通知美洲电视联手UNYSR演艺经济学院 进行策划又有小主播报新闻 今天告诉你7月3号 美国是什么特殊的节日 大家好 我是悠悠小主播Olivia 美国的节日让悠悠小主播告诉你 2021年的7月3号是国家炸隔离日 National Fried Clam Day 炸隔离这道美食最早出现在19世纪中的新英格兰 后来传入美国 也变成了当地非常受欢迎的佳肴 更重要的是隔离不止味道鲜甜 而且对人体的好处也是非常多的 隔离的营养价值高 富含蛋白质 脂肪碳水化合物 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A B群 E以及K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 隔离能够促进脂肪代谢 帮助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浓度 不仅如此 隔离中有丰富的钙 能帮助促进骨头生长和牙齿的发育 更重要的是隔离的热量非常低 对于需要控制体重 但又想保持营养均衡的人来说 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因此国家炸隔离日这天 观众可以好好享用美味的隔离佳肴 悠悠小主播Olivia洛杉矶报道